大家好 我是NOP的輔助凱文 我在NOP擔任輔助位 今年18歲 最亮眼的成績就是在GCS拿下兩次的冠軍 然後在AWC2021的國際賽中拿下了雅軍 並且在那場賽事中拿下最佳服儲這個稱號 trước đây,我們曾經開始跟Kampin在BanketLVC2021 更是一位挑戰者,有場地獄 有場地獄,有場地獄 並且通常接觸到對方 有場地獄,有場地獄 像BanketLVC2021 Kampin在BanketLVC20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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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拿到這個獎項 我覺得對我來說是個壓力 因為還有許多的輔助位選手 都很優秀 我現在能做的就是不斷地 學習努力去效仿他們 並且成為他們的山 我認為,Kavin是一位最好的支持在GCS 尤其是在MOMENTUM的 我還會看到在一場賽事 當中的比賽比賽 當中的比賽比賽 比賽比賽 可以回到達到的 超級的比賽 比賽比賽比賽 比賽比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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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們常常在 跟贏和贏 兩者之間 去復復 所以我能體會 失敗的感覺 每當我失敗的時候 我會不斷地提醒自己 下一季一定要拿到冠冠 旨 我最喜歡的英雄就是物體 因為我覺得 他的解封 用完之後的一個P跟大招 我覺得蠻帥氣的 基本上你玩這隻就是要出火爆 然後利用物件去疊解封 然後疊完解封 基本上你看到一個輸出 1技再加上大9 基本上對面的射手都會被你噴一個閃線 第一個是MOP的俊傑 畢竟是大家掌 對 然後第二個就是青蛙 對 之前閃電牙上來的 然後第三個就是VGEN的HAND 因為我覺得他的輔助 我覺得他的輔助打得非常的好 然後很兇 然後私底下也會跟他聊天之類的 愛你們 我覺得是BRU的Nunu 在當天國際賽的時候他表現非常的亮眼 非常期待跟他交手 我在排位上蠻喜歡玩那種可以自以凱瑞的角色 對 就有別於一般的輔助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第二個我覺得是開戰跟保牌 但這兩個之間取決於我們的陣容的選擇 像我選擇開戰角的時候 我會跟打野去做一個配合開戰 那假如我們的隊伍需要 選到戰裝型射手的時候比較需要保牌的話 我就會去保牌 這個會是把他們的招待機器 主要是有一個招待機器 在可以打開戰裝型射手上 打開戰裝型射手機 也要在打開戰裝型射手機 就是打開戰裝型射手機 打開戰裝型射手機 他們會使用中射手機器 打開戰裝型射手機 打開戰裝型射手機 而他們會有些什麼 押忍是一種招待機器 他們會是一個招待機器 对不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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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目前的成绩可能不是很理想 但我们还是会持续的努力 往国际赛走 谢谢粉丝们支持 即使在我们低潮的时候 你们还是会不断的给我们努力 我们会继续加油的 感谢观看